山寨iPhone 5 深圳搶宅出街 蘋果迷等到頸都長的iPhone 5 勝存10月才面世 不過強國已經有山寨版了 結合了蘋果三代和四代的外型 機身還採用了超薄的設計 拿在手裡是很薄的 手感很好 它和傳說中的iPhone 5 一樣有弧形線條 輕薄過iPhone 4 不過山寨版的靜音鍵 仍然在Volume鍵上面 並沒有像傳聞中的iPhone 5 般搬到另一邊 亦保留Home button 意想不到的是 這個蘋果的後蓋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電池也可以取下來 這樣就可以隨時換電 比正版更方便 相片更顯示它有64GB 比iPhone 4 多一倍 一齊試試機線 有齊iCon WiFi上網 還可以播放MP3和MP4 據說山寨iPhone 5 在深圳華強北路已經有得賣了 淘寶網都有得圖 200至500元人仔就有交易 連外國科技網站都讚它和正版iPhone 5 似到極 雖然樣樣抄得足 偏偏的名字就不敢抄 改了名字叫做HiPhone 不知道山寨版喬布斯 會不會在山寨版Apple Store 搞個HiPhone發布會呢?